美食節目主持人陳鴻 擔任今年台北國際牛肉麵節大使 邀請各路好手參賽 角逐牛肉麵廚藝冠軍 也示範拍攝短影音 上傳至獎金獵人平台 帶動民眾網紅關注牛肉麵節 我在今天我要跟大家 特別來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也沒有想到牛肉麵 不單單只是牛肉麵 很多人說牛肉麵就是情況 你就去永康街吃那些牛肉麵 可是很多人都知道 牛肉麵不單單只是要吃牛肉麵 每個人的心裡面 都有一碗自己的牛肉麵的位置 牛肉麵像地標一樣 最重要的是每一家牛肉麵店 他們還會有很多的廚藝創業 也就是無敵無敵 長期跟他們這麼做的 每一家店家 他們都使出了渾身解數 牛肉麵已經變成是一個禁止 牛肉麵 它已經把我們台灣的美食文化 從早期 Old School的八大菜系 已經把它變成了 是一種衛形 代表台灣印象 台灣的美食文化 所以我才會說 牛肉麵它更重要的 不單單能夠吃得到粉蒸排骨 你還能夠吃得到牛肉麵 周邊的這些產品 尤其是在電商的時代 牛肉麵對我們來說 是最重要 就是要彌補鄉愁的一種味心 一種老滋味 我們牛肉麵姐 不能夠只是讓我們這些 老口口 在那邊自己 在那邊懷念自己的鄉愁 而是要怎麼把它傳承給年輕人 藉由短影音 所以我們最炒牛肉麵的這個短視頻 接下來會經過今年二十屆的這個征選 以後也就是要靠這一些 YouTuber啊或者是網紅啊 能夠把花蓮的牛肉麵 把全世界那個角落的牛肉麵 就是跟著牛肉麵去旅行的概念 來行銷台北國際的這個牛肉麵節 我覺得這一次的這樣的一個突破性 也就是把牛肉麵傳承給新一代的 這一些年輕人 讓他們更懂得去珍惜 這一種特別累積時代 大時代背景所留下來的味道 其實牛肉麵也許從我們小時候啊 那就是一個包括那時候學生時代 和大家的一樣經驗 不要沒錢就吃牛肉湯麵對不對 然後呢不要有點驚慨的吃牛肉麵 但當時那是一個平民的 一般搭載會接觸到的美食 但是經過這二十年來 我們這個牛肉麵節 讓它多了 剛才陳老師講多了很多的想像 牛肉麵真的是讓我們多了很多的想像 它的專業化 精緻化 各方面在我們整個的 對我們美味的提升 其實牛肉麵就成為我們面對國際 很重要的一個品牌 一個名片 所以今天呢 這個牛肉麵節 帶到現在二十年這段 這部分有得獎的部分 就像剛剛水美姐講的 哇 坐在那頭前 有得獎的 喔 實在是 很硬 很空水直流 那就是我 趕快想要來參觀 那今天除了我們的最牛廚人之外 最潮牛肉麵的短影音 所有的民眾 所有喜歡短影音 都可以跟著我們成龍丹人一樣 拍一段短影音 你就有機會來參加競賽 讓我們這個牛肉麵節呢 更有大家的共同的參與 所以再次的二十年來 很不容易 一千八百加次的參加 還有我們整個協會的大力的 在這樣牛肉麵節裡面的付諸 我們再次的代表市政府 感謝大家 市府為推廣牛肉麵產業 於2005年推動至今 邁入第二十年 透過每年競賽 讓牛肉麵店家 不斷的推出獨特美味的牛肉麵 並朝向精緻化 專業化經營 歷年產生多位冠軍 成功的將台北的牛肉麵美食 推向國際舞台 牛肉麵節主要是要推廣到國際 我們是由產業發展局來承擔 我們要一路精湛 將我們牛肉麵的產業 推廣到每個角落 台北市的牛肉麵 現在已經不是台北市的牛肉麵 它已經變成國際女士的代表 我們用台北市的牛肉麵 搞外交 我們用牛肉麵去做 觀光產業 這個才是我們的目的 那我們今天主要來介紹 就是要我們10月10號跟13號 在我們的花博有4天的比賽 那4天的比賽跟嘉聯華會 希望大家一起來參與 最後的比賽的精神 我們牛肉麵業者 就會提升我們自己的成長 而且是挑戰自己 因為比賽是給自己成長最大的壓力 所以經過比賽的店家 每家都能發光發熱 那得獎的店家 一定要將你們得獎的作品 拿去做廣告無限 這樣子才能推廣我們所有的產業文化 讓我們也期待我們台北市牛肉麵 誰會能夠真正的上 包括我們台北市的一些產業 都可以要上國際舞台 今年先十組將選出金牌銀牌同牌獎 條理包組則嚴選前十名 還有最潮牛肉麵特派員 短影音徵選活動結果 台北國際牛肉麵節 將在10月10號到10月13號 在台北花博公園長廊廣場順大舉行 即時就能看到得獎豪手展出的美味 記者汪君台北報導 謝謝